兄弟姐妹妹 我这次真的要被恶心坏了 你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这个监管是纪录员 我玩的是前夫 带着四个小粉丝一起开黑 开局正常休机 但是开局看到监管在原地转圈圈 我就感觉事情不对劲了 难道是佛系还是假佛 不太确定 但因为是匹配嘛 就算是假佛我也不慌 要不是没运到过 所以直接上去了 果然没有出汤 那按照佛系的套路 此时我们肯定不急着休机了 所以牛仔爷爷就准备皮一下 扛着我转几圈 到了海边 记录员直接出刀了 当时我就在想 难道是假佛 结果我还是太肤浅了 接着往下看 我先告诉你们最后的结局 是我们求胜者赢了 但赢的一点也不快乐 因为这把的恶心之处在于 这把比赛最后打了15分多钟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监管尽管是佛系 但他又疯狂控机子 我在海边吃刀时 我就感觉有点浪费时间了 所以后面我都直接挂机了 你们看 自动托管都出来了 我通过赛后观战录像才知道 这个记录员 疯狂在控机器室和小女孩的机子 不让他们修 真的是把他们也恶心坏了 我也是搞不清楚 这个监管到底想干嘛 要佛就佛 不佛就正常打嘛 做这么恶心的事情干嘛 一把正常的比赛 4-5分钟结束 一是被他拖出了15分多钟 因为我中间挂机了一段时间 所以赛后还被克星欲飞了 你们能理解这个监管的做法吗 到底是为什么呀 我想了一夜也没有想明白呀